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今天要跟很有经验的洪雷玲老师请教一下 如果今天我开在freeway上 警察在后面响喇叭 亮灯 那我就要赶快先靠边停 对不对 然后我应该怎么做 最好就是他叫你停在旁边 第一个要把那个 engine 那个摩托关起来 他这样子知道车子停了 因为很多人就是暂停过来家属 你看到在电视有那个警察抓车子 因为没有把机器的 engine 关掉 所以要先把机器关掉 后来要把那个窗户打开 准备让警察过来问话 要把两只手方向盘 可以看到你的手 别这样子乱动什么 这样子找东西找什么 那很危险的 对 因为警察不知道你是拿文件 或者拿枪啊 或者拿枪的 所以不给他留心慌 这样子他会拿手枪 所以让他 你就是乖乖的不动 对不对 也不要动早西早 就是等他靠近 不要开口 不要问他 你为什么叫我 让我啊 还是心诗问罪 让他先开口 他会告诉你 他会说 比方说 哎呀 你超速度了 或是你刚才没有看红绿灯 你是找红绿灯的 或是没有让一个新人先走 对对对对 要听听看他讲的是什么原因 对 先让他说是什么理由 他叫你停下来 OK 那如果说是晚上呢 还要应该注意一些 如果在晚上要多一个动作 多一个动作 对 就是把那个车子的按 往灯 哦 就车厢里面的灯开开 对 为什么呢 因为车子晚上是黑黑 看不见东西 看不到你的手 哦 警察会担心啊 你在里面 黑黑的在干嘛 对对对 所以 你开那个灯 就是为了他的发别 可以看到你 他也比较放心 对 放心 对不对 免得他会担心说 对对对对 碰到有的人在里面要反抗啊 拿枪啊 不要让警察心慌 只要他很轻松的 他就会对你很轻松 如果你要理由 怀疑你有问题 你就没有开灯 乱动作 找什么东西在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早箱啊 保险证书什么的 就早来早 今天等一会儿再早 他不是拿文件或是武器 对啊 有的人枪藏在那个底下 别动 别动 那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好 乖乖的 手放在方向盘 灯也开了 那请等那个警察过来 那我们要不要讲话 不必 让他先开口 让他先开口 对 为什么呢 因为言多比识 对 如果你知道原因 他为什么抓你 你就输给警察了 哦 因为他有一些报告 对 对 对 他的报告说这个人小速度 连开车的人也同意 哦 那我们要不要看到警察就跟他讲 对不起 对不起 可不可以这样 这个也不可以 因为这个是承认有罪 哦 你说对不起 对不起 表示你认为你自己做错了 对不对 就是认为你自己做错了 以后就没有理由上法庭 去抗辩 对不对 哦 那我们就坐在那边不讲话 那然后呢 你就回答 yes sir sure no problem yes sir ok 就这样就好了 对 不要说太多话 就是让他说 如果你听不懂他说的话 你可以说 I'm sorry I don't understand 后来他会教一个翻译员 对 会导一个会说中文的 这样给你几位准备 对啊 对啊 可以怎么回答 对对对对 哇 原来就是说 所以不要慌张 对不对 对对对 不要请他拦下来 这些建议都是律师的 律师给的建议 对 律师给的建议 对 律师给的建议 哦 ok 很多人不知道 他们就开始哭 开始跟警察求 求这个啊 you know give me a break 我不是故意的 下一次我会很小心 这个没有用啊 没有用 因为那个警察他不吃这套的 对不对 他根本不会被你打动的 哭也没有用 他们已经听到很多理由 很多原因了 对对对 他们都知道 哦 所以 所以这个这个 那如果说 万一我们真的是 那天有喝了点小酒 怎么办 你如果想喝一点小酒 他说我闻到酒味 你有没有喝酒醉 你说没有 如果他教你 他就出来走一条线 要走直线 直线 对对对 你可以说我不要 哦 可以拒绝吗 可以拒绝 这个没有问题 他不会说 强迫你帮你戴手铐 没有没有 你可以拒绝 这个可以拒绝 他也可以 你也可以拒绝 如果他要你叠眼睛 把什么手指 你也可以拒绝这个 可以拒绝 可以拒绝 不能拒绝的 不能拒绝的是 就是呼吸在那个 吹那个呼吸气嘛 对 那个没有 你不可以拒绝 哦 或是 抽血 抽血 淹血 有没有什么 酒量的 那不能拒绝 为什么呢 因为你申请这个 驾驶执照 嗯 你已经答应 拿到这个执照 他们可以 检查 让你吹呼吸气啊 对 如果你拒绝这个 他们可以摸收你的 驾驶执照 一年 哦 所以这个很严重 可是为什么走直线 这个可以拒绝呢 这个不一定 这个就是法律 给你机会 因为美国 叫Fifth Amendment 第五个Amendment 哦 Fifth Amendment 这个就是给公民 权力 说话 不可以incriminate yourself OK 所以说你可以 以第五个Amendment 来拒绝 对 OK 那还有没有什么 我们需要注意的事情 如果酒醉 如果说你真的有喝酒 对 那警察也闻到那个味道 酒味道很重 对不对 他是不是就可以把你靠走 可以 可以 把你车子拖走 这个要付 拖车费 对 那你也会被带走了 对不对 也会被带走了 哇 所以说这个 而且这个会影响你的汽车保险 会增加 也许会暂时摸收你的开车的权利 也许三个月六个月等等 所以说 所以说 花大钱的 花大钱的 花大钱的罪 听说 差不多一万块美金 要请玉学罪 哇 那比如说 我们要上那个 Express的地方 那我们只有一个人 或者他要规定你三个人 你有两个人 你上去 那个是违法 违法 一般的高速公路 他们有一个特别线 给两个人 以上 可以上的 对对对 carpool lane 对对 carpool lane 可是有的地方 在南加州 他们有那个 Express track 哦 那个必须付钱 对对对对 也必须买个小票 他有一个那个sticker 在那边 他会一照 没有他们有一个电器 可以经过那个收费站 他这动作会跳表 如果你没有那个东西 你不可以做那个Express的 会被罚钱的 他一照就知道了 因为他们有照相机 会拍到你车牌 几点钟 你过去 他们知道这个人 他没有那个电表 所以过了几天 他们就罚蛋到你家 哇 那你有这个Experience吗 也有 那罚钱罚的多不多 没有 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 他们就是要我付那个 那个过张的那个费而已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就这样子 没有说要拿ticket的没有 没有 他们没有开法单 如果开法单 你觉得你不接受的话 你可以请一个律师在网路 嗯 嗯 我去年就是这样子 省了五百块美金的贩款 哦 我去年 我跟我太太还有她的朋友 我们打算去城里头 我们住在啊 我们住的地方的高速公路 都是塞车了 嗯 所以我看到那个快线 没有车子 所以我就是慢慢的 往到那个快线 嗯嗯 还穿过两个白线哦 对对对对 它有双白线 不应该 不可以过线 对对对对对 必须等到有一个缺口 有那个虚线的地方 对对对 虚线的就可以进去 对啊 我等不及了 因为没有车子 我觉得很安全 可以过去了 对啊 一过去以后 过了几秒钟 那个红灯哇哇哇哇哇 嘿嘿嘿 那个城下有喇叭叫我 哎 叫你听下来 没有叫我听下来 叫我下一个出口 下车 因为高速公路很危险 嗯 因为很多人被撞到的 连警察也被撞到的 哦 他要我出那个高速公路 我来 我就是按这个就是 关窗户 把机器关起来 把手放在那个方向盘 就是等他来 哦 我也没有问他 为什么抓我 因为我知道我是国线 对啊 他告诉我 我说哎呀 嗯 OK 我了解 我了解 我来开一个法单 哦哦哦哦 五百块 我说哎呀好贵 好贵 第一次 你这个老美啊 后来 每一个法单 他写那个违规的法律的号码 哦哦 号码 OK 好贵 VC 还有几个字 嗯 后来我上网看这个 我觉得有一点不贵借 他写错了 哦哦 我为什么知道他写错了 因为过几天 他寄了一个新的 有对的号码 哦 所以 他改过了 所以 我在网路看到很多律师就是帮助想 我觉得是 这些人被警察抓的 他们帮你处理 嗯 嗯 发款 如果没有成功 不必付一毛钱 哦哦 所以说 好了 试试看 试试看 所以 我付了一百七十九块 哎呦 比五百块钱少多了 一百七十九块 不必上法庭 嗯 我的保险没有增加 嗯 也不必参加什么加持学校 哦 所以我的 The case 就dismissed 完全取消了 哦 没有记录 哇 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事情 但是你还是花了一百七十九块 花得来 花得来 对 对 我就是学了一个好教训 得了一个教训 对对对 有时候 上课要付钱 这个就是学费 对对对对对 哇 这个经验很好 对 对 所以我们今天那个洪雷明老师 跟我们传授了是怎么样 在警察把我们拦下来 我们要怎么样做些哪些动作 要怎么样的态度 对不对 是 不能讲太多话 人多必失 对对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 我們那个观众朋友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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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